《雷花流淌,露霜的臉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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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花流淌,露霜》 《雷花流淌,露霜的臉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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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姐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怎么了 别紧张 我就是想问 你在上大学的时候 为什么没跟王铁一起谈恋爱啊 我们那个时代 跟现在太不一样了 我们那会儿只知道埋头读书 男生 遇到了就点个头 说话有的时候不熟的 不是一个班级的 都会脸红的 那如果把那个时候的事 转到现在来 那你们俩会在一起吗 你是被爱情冲昏头脑了吧 那个时候跟现在 这怎么可能呢 说草草 草头脑 喂 清方 我是王铁啊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我刚到你们医院 怎么样 有时间接见我一下吗 对 我跟莫菲刚刚开完会啊 那 咱们种一块吃顿饭吧 请我们吃饭啊 行 那你来接我们吧 好 好 王铁啊 对啊 好 他过来接我们去吃饭 好啊 嗯 金方姐 你能跟我聊聊你们大学时候 发生的那些有趣的事吗 他到底都喜欢什么呀 嗯 那会儿年轻吧可能就是 喜欢文学 写写诗 我也是觉得他有这么一点 嗯 你说下个月十八号他就过生日了 我应该给他送点什么呢 其实 送什么 我还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东西 可为什么他就 心里都知道我喜欢什么呀 那说明他心细呗 我觉得你送他什么他都会很喜欢的吧 唉 打完了 好 你今天到医院来有什么指示啊 我来看看你 我看你是投资商就是投资商 来监督我们工作吧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金方姐做事可是一丝不苟 对不对 你看我像担心那样的吗 对了 金方姐 我明天要去上海 有什么想吃的我给你带回来 想不起来吃什么 你呢 别给我带什么 你还是给他带吧 我们脸还挺谦虚 你edel吧 乐乐 别摔着啊 你快点رجou 你快点 妈 妈 怎么了 上衣服了 怎么了 妈 你怎么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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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好 敲敲 没事的 她真的没事吗 真没事 这是个小手术 做完了休息几天就能出院了 那我也要在这儿等着她 别等了 阿姨送你上学去吧 你说你要耽误了功课 你妈该不高兴了 那不好 听话 去吧 王铁 喂 井方 王铁 我是萱萱 萱萱 请问静方呢 静方姐 蓝尾炎发做了 刚送去手术室 就在你们医院吗 对啊 汪总 马上开董事会了 等我回来或者改天吧 明天早上去上海的计票 已经给你订好了 先不去 先不去 那汪总 一切等我电话吧 汪总 你来了 行行 警方怎么样了 还在手术呢 不一会儿也该出来了 别担心 没事 这样 我上了还有点事 帮我照顾一下乐乐 行 送他上学 没问题 好 乐乐 这个叔叔送你上学去 乐乐 你好 还记得我吗 你就是那位 我和我妈扫命时遇到的叔叔啊 记性真好 你怎么不上学去啊 我等我妈呢 你妈没事 她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先上学去吧 那这样 叔叔送你去好不好 她都去手术室了 能没事吗 再说呢 没事你来干吗呀 我到这儿来啊 是因为关心你妈妈的 同时我也知道怎么抓过她 但你就不一样了 你还小啊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上学 那我妈不重要了 你妈当然重要了 但是你想过没有 要是你妈妈知道了 你没去上学 她会很不高兴的 她高兴不高兴 你怎么会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因为我呀 也有一个像你这么大的孩子 乐乐 难道你希望你妈妈出手术室 就生气啊 行 即使你妈妈不生气 你这样 不上课是不是 那不是旷课吗 老师也会不高兴的呀 是不是 走吧 跟我上课去啊 那我下午再去 这不行 乐乐 听话啊 你妈没事的啊 走 走 走 来 没事 走 来 乐乐 叔叔帮你拿书包 好不好 好 小组继续的啊 真不高兴了 谁说的呀 你在家是不是 都是你说了算 没人腻着你啊 还不是呢 我平时在家挺乖的 乖乖女 不是你这样的 我们家的事你怎么会知道 你又不是陈叔叔 陈叔叔 陈叔叔 陈叔叔平时 每天无论是吃饭 学习还是出去玩 他都跟我商量 他比我妈还要懂我呢 陈叔叔是谁啊 陈叔叔是我未来的爸爸 乐乐 那个陈叔叔 正要做你未来的爸爸吗 你问这个干嘛呀 问问而已呀 问问而已呀 你是不是也想当我未来的爸爸呀 这孩子说什么呢 你呀 他不是呆子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知道你手术就赶过来了 公司不忙吗 没事 我叫乐乐呢 我把她送去学校去了 你这个女儿啊真够倔的 一开始啊 她怎么也不去 非得点陪你 后来我是好说歹说 才把全学校去了 一会儿放学啊 我把她接过来 对 我想乐乐就是任性 现在还好多了呢 听乐乐说 有一个陈叔叔不能体谅她 这个陈叔叔是 方姐 谢谢 怎么样还疼吗 麻药劲过了 稍有一点疼 能坚持 怎么 你在这儿当私人陪护 是不是该跟我学习学习 有机会啊 一定向你请教 行 那你好好休息 一会儿下班了 我过来陪你 好吧 好 那你们俩先聊着吧 好 再见啊 莫菲呢 就出差了 一早走了 她没告诉你啊 没有 没事 你要是忙 就去忙你的事吧 没事 我陪着你 我开气热热了 唐德烈的话教医生啊 好 我先走了 乐乐 对不起啊 来晚了 我奉你妈命令来接你 怎么这时候来呀 对不起对不起 全校同学都走了 走吧 乐乐 陈叔叔 路上走车 陈叔叔来晚了 没事 陈一呢 陈一 你好 你好 陈叔叔 你是不是为我妈 准备了好多营养品呢 我炖了汤和一些面点 出来前就送过去了 我不问就知道 我妈一有点事 您最着急了 陈一 你晚上有事吗 我没事 没事你陪我去病房 看我妈好了 行啊 有我在 有你在 还有陈叔叔在 我妈肯定会高兴的 除了我们四个人 其他人 都无所谓 其他人都是外人 王总 你们的ZM项目进展得怎么样呢 刚刚开始 正慢慢磨合呢 前一段时间啊 我是一天到晚 听靖芳和莫菲提起你 今天 终于见到 传说中的王铁了 客气 我和靖芳啊 原本就是大学同学 没想到 在这次商业合作中 竟成了搭档 你和靖芳还是同学啊 真巧 那合作愉快 好 再见啊 喂 老铁 我 不好意思 这两天太忙了 都没来得及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样啊 靖芳住院了 我帮她接乐乐呢 住院了 什么病啊 蓝尾炎 已经手术了 那炎不炎重 要不要我马上回来 不用了 我正照顾她呢 忙你的事吧 喂 我正开车呢 合图再聊啊 好好好 那行 那待会儿你再打给我啊 嗯嗯 其实王叔叔也不用去了 因为我们三个人就够了 妈 妈 我能抱你吗 能啊 当然能 小心点 别碰着妈妈的伤口 张阿姨 我爸做的汤好喝吗 好喝啊 特别好喝 你作业多不多 不是很多 那你会儿把作业在这儿做完啊 嗯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喂 莫菲 你好 喂 王铁 金方姐怎么样了 挺好的 有很多人在照顾她呢 一定有陈尔东吧 是 是的 那你现在还在医院吗 好 我这就回去了 都中午了 你吃饭了没有啊 还没呢 回家再说吧 你别 你要按时吃饭 别把身体弄坏了 一个人在外 注意安全啊 嗯 好的 你也保重啊 行晚点再打给你 好吧 拜拜 保重莫菲 当然 有没有 找到 图像 那边 是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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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